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没有尹安慧的身影 说起来 能从名副其实的韩剧女王胡到这种程度还是有点可惜的 比起金泰西这种贵族出身的千金 尹安慧成名前的经历用悲惨来评价都不为过 小时候因太穷经常被打骂嘲笑 遭受到不少人情冷暖 就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 和Rain 援冰的经历有几分相似 穷孩子出生却靠努力一路逆袭 为了温饱年纪轻轻就学会做饭 当同时期的金泰西正在享受校园生活时 15岁的尹安慧便开始赚钱养家 幸运的是 这一年尹安慧就因拍摄杂志被星探发掘 与其他女子组成babybox出道 他们出道之后主要的人设也是平易近人的组合 这也让他们中很多人都展现出了亲和的一面 韩国娱乐圈对于爱豆的外貌要求非常高 如果不是因为出色的长相 尹安慧很难入选该女子组合 并以独特的造型跟形象在寒流组合中独树一致 虽然作为队里颜值最高的成员 但她由于性格内向不被关注 加上组合竞争不过SAS等女团 便在2005年宣布解散 其他成员各奔东西 尹安慧也选择放弃音乐 从而进军综艺节目还凭借幽默个性成为XMN的固定嘉宾 跟孙艺珍这种国民初恋不同 那时的尹安慧肤色有黑 还有点微胖 在综艺里属于搞笑担当类型 好在上天非常眷顾她 2006年电视剧 宫的导演需要找一个活泼的女主 兜兜转转了很长时间 才注意到XMN里的尹安慧 最终这部剧一经播出就火遍全网 虽然尹安慧没有受过表演训练 但很快她就依靠青春容貌 积身为当红花旦 还获得演技大赏新人奖 首部作品就完成爱豆像演员的转型 这放眼整个韩国娱乐圈都是极其少见 由于童年太过于贫穷 走红后的尹安慧不仅买大房子 还摆放200多双名牌鞋子 如果艺人能有一部代表作 已然非常成功 可对于尹安慧来说 却是起点 当年巅峰70的尹安慧 每部作品都能创下超高收视率 连宋慧桥都要避让三分 2007年 尹安慧和孔刘合作的 《咖啡王子一号店》播出 这次尹安慧剪掉长发 演一名假小子 剧里他把角色人物 各个阶段的情绪都消化得很好 将迫不迫的暧昧 突破重重误会 成功牵手等等 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引发了全民官剧热潮 该剧不仅获得27.8%的收视率 还成为那年最火的作品 《尹安慧》也靠出色的表现 拿下了第44届 百想艺术大赏电视最佳女演员 因此有了收视率女王之称 众所周知 百想事后 含金量很高 是韩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 也是国外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颁奖典礼之一 《尹安慧》这一战 再次成功扭转了大众对爱豆的印象 但她的辉煌还不止于此 两年后 又带来另一部神作《拜托小姐》 她在剧里饰演了一个性格刁蛮任性 但又不令人讨厌的霸道 奥女总裁 同样 这部剧无论收视还是口碑都超级好 也让《尹安慧》迎来了事业最巅峰 风头一度比肩宋慧桥 孙艺珍 不仅如此 她还是那个时代的带货女王 应主演的 想你大火 直接把她剧中的口红卖到断货 当年风靡是第二唇妆 就是因为她火得一塌糊涂 如果按照这样下去 相信《尹安慧》的成就远远不止这些 可惜 就在风生水起之时 尹安慧却把自己积累多年声誉给做末了 2014年 不顾粉丝反对 尹安慧和当时深陷丑闻的朴诗后 合作电影《爱后爱》 导致招来很多网友的抵制 可尹安慧却高调称 朴诗后是自己的好友 似乎不把网友的话放在耳边 正所谓不做死就不会死 这一举措 直接就激怒了很多粉丝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 她的事业直线下滑 但让她真正跌落神坛的 是在2015年参加国内《女神的新衣》这档综艺节目 当时应抄袭韩国某设计师的服装 获得第二季的冠军 消息曝光后 尹安慧惨遭全网封杀 然而 她第一时间并不是道歉 反而通过公司表达自己不满之情 还指责对方再蹭她的热度 可最终还是被打脸 没人想到 作为收视率女王的尹安慧竟然会抄袭 事情败露后 她也只能灰溜溜地回到韩国 但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光无限的顶流 此时的尹安慧只能硬着头皮向民众道歉 可惜迟来的道歉民众并不买账 加上许多晚辈纷纷崛起 她一度沦落到无息可拍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宋慧乔那样 即便一部戏 换一个男人 也从未影响她红了二十多年 尹安慧事业遭遇挫折的同时 爱情更是一场空 自从出道以来 尹安慧唯一的绯闻就是《金中国》 2004年因合作XM而相识 两人在节目中除了扮演CP 私下更是暧昧不清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情侣 更是展开了一段长达17年的绯闻 但尹安慧却从未承认和《金中国》的关系 不过尽管如此 网友还是在蛛丝马迹中找出两人曾是情侣的证据 《金中国》在做客《我家的熊孩子》节目时 透露收到过前女友礼物 上面写满她每天给女友的简讯 而尹安慧也在节目中称 曾手写讯息地送给男友 这恰巧印证了两人相爱过 在尹安慧最火的那几年 是《金中国》最惨的阶段 但她却对她无微不至地关照 可惜两人并没有修成正果 如今39岁的尹安慧 感情依旧成迷 而另一位收视率女王的孔孝珍 在2023年嫁给了小10岁的外籍歌手 不仅爱情美满 演艺生涯更是一路开挂 所以相比之下 尹安慧算是韩圈最惨的艺人之一 明明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却在巅峰期把自己好人缘给作末 近年来 不少网友发现 她在电视剧里的表情越来越僵硬 脸蛋也不如从前漂亮自然 因此被质疑整容后遗症 跟金泰西这种纯天然完全没法比 加上长相相似的朴信慧 顶替了她的位置 市场里便没有了她一席之地 之后也就再没有新作品了 现在尹安慧已经39岁了 沉寂了很长时间的 她实际上已经开始复出了 不过这两年 她改变了策略 不再一味地想要拍影视剧 而是开始拍摄一些综艺 并且为了复出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对于国外民众来说 对劣迹艺人的接受度是很低的 但是不得不说 喜欢尹安慧和看着她电视剧长大的那一波人 现在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 近期她在很多综艺中都付出试水 而国外民众的反应也不是很抵触 让她有了信心 而之前她曾经带着自己的狗狗上了宠物类的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人也觉得尹安慧还是不错的 整体状态也回春不少 而且为人不矫情 而这样也让她拿到了新的工作机会 在Cooking Korea中 要开始展开厨艺对决 无论是用宠物翻身 还是用厨艺翻身 她都是用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 再重新走入大众视线中 而现在的她也完全不在意别人是如何看待她的 只要有工作就认真完成 当然这和她巅峰时期相比 确实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现在她又靠着综艺重新走入了大众视野 经过了之前的巅峰和后来的雪藏 相信她已经懂得了人生的起落 而这次回归很多人也为她的颜值状态担忧 整容后遗症有点严重 整个人不是很有精神 不过看得出有工作还是很开心的 希望能重新出发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